和多種圖表 不同的本型、價格和交易數量 全部都可以自己設定 同樣也是單 早安,歡迎收看今天的中環財經年視 不好意思,遲了一點 因為我們顧著吹嘴,說港交所 這堆東西成不成事 不過說港交所之前 想問KK 港股 明明港股 開市初段不是太差 高開到124點 但很快突然跌了 跌到跌到過100點 現在是欠手27000的邊緣 其實昨天和今早的開市初段 是否升錯了 昨天是靠市傳 有些消息 有很多傳聞 有很多不同傳聞 令市值升了上去 但最後,如果只是計算港股 如果昨天是升多了 其實也應該是升多了 昨天A股是跌的 曾經反爛那一刻 最後也跌的 即是港股昨天四百點的升幅 其實起碼是偷了一半 但你見到今天 其實初段仍然升得到 所以未完全反應 又或者現在我們看到 100點 其實未反應昨天的情況 但隔天晚上又會有很多消息 新消息 你見到中國 將對於美國的關稅 一些清單上 即是暫緩 即是16項的商品 而另外 在美股收市之後 港股開市之前 都見到美國有些回應 是的 又將10月1日本來有的關稅 25%去30% 你又再退兩個星期 因為什麼 國慶 是的 他都說得明白 是慶國慶 是的 如果你說有兩個消息 港股 今天都值得是繼續升 不過如果你說 將這兩個因素 就是反映了 就是昨天升多了 升定是今早這些因素的話 那港股應該都是叫做 高位度整股 就不是說調整太多 所以今天你說 跌的幅度跌下來 好像跌不回昨天 那我覺得也是合理的 因為今早都有好消息 但反而我們要想想 短期港股可以走到多少 即是節目開始 即是飯後都有說 其實你相差過250天線 是很近的 27300附近的位置 如果你這麼近的話 而250天線對於我們來說 就是牛熊分界水域 去那邊應該完全很好 市況是否好到我們現在 由紅轉牛呢 我覺得又未必 所以你在短期 就算市場再有好消息 250天線的阻力應該都非常大 短期對於港股來說 其實已經很近了 其實已經很近了 所以有些朋友會說 現在可不可以再去高追 我覺得不是說有一些因素 令我們感覺上 即是之後的大市 不是說走越來越差 或者是經濟因素也好 政治因素也好 如果這些放下去 令到我們感覺上 是可以說 牛市真的出現了的話 我想到時候 你才會在250天線樓上買 即是你站穩才買 你不一定要 現在你駁過250天線 你相差都是 即是百多二百點的 三百點的 那你就不如好這三百點 即是日價去 之後我們才會在上面再買 是 而反過來就是 即是有些朋友說 現在我在低 真的有貨 那其實那個做法都可以相類似 先沽了 你賺了 你只不過 可能你買同一隻股票 你之後 可能買的價格是貴了一點 但你起碼看後面 它可以升的幅度會更多 就以防 現在又生病了 之後又生病了 明明250天線 都真的阻力了 沒有沽了 不如有糊 就在這段時間 我建議先吃 嗯 所以 因為接下來 有很多重大的明朗因素 而事實上 從低位大概25000點 都升上27000 低位升上2000點 對 以一個反彈來說 其實也挺足夠的 是啊 尤其是你在八月份 即是我們有時候 你計一個月行指波幅 你跌了下去 八千點 那你去低位 其實八月低位24900 如果你說現在都升上2000點的話 你是不是再到升 想著去升到1000點 甚至乎2000點 即是九月 我覺得機會就會比較小一點 難度比較大一點 難一點 是啊 因為你很少可 連續兩個月行指走勢的波幅 是接近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今個月的波幅 可能短期之內都看到 是 而你說氣氛可不可以維持 當然可以 因為現在你說十一國慶也好 即是內地A股氣氛 又或者你看到美國對於不同的領域 即是那個態度都是略為軟一點 嗯 你對中國是 另外你對伊朗也是 是 又炒了英派的官 是的 又炒了英派官 所以你會感覺上 港股可能這段時間會有阻力 但它又未必回太多了 所以我猜它 可能接下來這幾個星期 開始那個波幅會慢慢收集 不過現在就九月中了 九月十二號 即是十月 不知道會不會是十月股災 有時候很多時候 就要再想遠一點 我們很多朋友已經在YouTube留言 我朋友 Helen找到今天的焦點股份 是三八八 三八八 即是猜不到 我們昨天猜到那麼多 都全部錯了 炒錯了 原來昨天是甚麼事 為何大家都在等待的事 原來就是港交所 有個很大單的提議收夠 斥支建議超過2800億港幣 並救英國倫敦證券交易所 昨晚的ADR就因此而狂跌 跌了整百分之三 今早港交所仍然跌超過百分之三 現在最新的情況就是 有可能英國政府不批 第二就是有可能美國也會介入 因為英國倫敦交易所 其實有很多美國的僱員和業務 其實都是受到美國政家會的監管 可能美國也會搶一腳 而且事實上之前 不止香港的港交所 有很多不同的環球交易所 或者金融機構 都被監管過輪流交易所 但並不成功 是的 事情是很複雜的 如果你說 分兩邊看 第一件事 它可不可以成功 而成功之後 它要負上甚麼代價 貴不貴呢 現在市場上是想這件事 隔夜很多 包括我 都會感覺上 它能夠下的交易 這麼詳細 多少錢 應該有打過招呼 應該成事機會會高些 但你見到市場的反應很快 一晚的 無論是歐洲也好 或者是歐洲一些監管機 也好 或者是 就算是倫敦交易所的董事會也好 反應較為負面 即是說 能夠成事機會 就好像是大大降低 還有 我們會知道 美國一向對於這些拼求 他們的反應都會很大 因為這次 如果你說香港的交易所 和銅電交易所加起來之後 就全世界最大 你會威脅到美國 威脅美國論 它一定會打壓你一定會反對 所以如果你說有美國 美國是一些監管機構去反對 這個城市機會也真的大大降低 所以現在 這個城市機會 我覺得又未必多過一半 如果你這樣看 就是說 原本 港交所 不過港交所之前都沒有升 那是不是 就是 它這次 都不應該跌 如果你覺得它不能夠成功交易 它沒有升 但是可能就是 港交所之前 就是因為沒有跌過下去 大家會感覺上 你是不是消息 其實已經反映了一個價格的身上 所以今天就略為回肚 我覺得 就算今次是城市機會高 又或者是說 不能夠成市的 股價也是要下跌的 是的 因為你成市的 就買得貴一點 那些人會覺得你 是 剛剛我猜測一半 我想每個叫做 股東的價值 是 因為你差不多是 五十多 去對四十多 合併完之後 原本港交所股東的 被攤破 差不多一半左右 所以股價理論上 都應該是會跌的 竟然是這樣嗎 原來 是的 因為你 兩個市值其實是差不多 但是我們今次是說 港交所是用60倍的PE去計算 以及30倍的EBED去計算 所以比原本的港交手貴很多 所以你變相你那個股權的分擔 其實就大股份一半 你想想 它又維持那個牌息比率九成 如果你說那個盈利方面 是一樣的 其實去年 如果你說100年 倫敦交易所去那個盈利的情況 跟港交所差不多 原本市值都差不多 是 但是我們買人買貴一半的 你想想 那你這個息率 你給回出來 就沒有了一半 那它今天跌30% 其實如果它成事了之後 應該是未跌完的 應該是會先再跌 是反映這個因素 因為你是實際 立刻一合併那一刻 你就已經是沒有了一半的盈利 就是你那個股份的數量 是大了 不過我們有時候看這個交易 就應該看長一點 是 長一點 那當然你隔晚很多人都出來說 就是我自己又說跨市區 有些朋友就說 你可以標準 歐洲的資金 就落到內地股市 全世界有最大 那這些因素 是之後會發效 但是如果你說 當城市機會越來越高 或者是城市之前那一刻 港交所的回調機會 就應該相當之大了 所以就看看Helen Helen她是否有買到這個股份 如果你說 是的 她還沒買 還沒買 我覺得你可以等一等 是 我覺得她這段消息發酵 有機會會再便宜一點 但是你說現價 就算你說成市或者不成市都好 我覺得都有買港交所的直播率 因為多了一個消息 就是說現在這個百威亞太 又再有機會再來香港上市 是 再加上我猜 就是說如果你說 接下來阿里巴巴 都還有機會在香港上市 其實港交所股價 當你回調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個直播空間在上面 所以你現在這一轉 你二百三十多元 甚至乎你介乎回去二百三十元邊 我覺得都是買入港交所的時機 好 百威英博是否再分拆來香港 分拆百威亞太來香港上市 今次有些新聞 但對港交所暫時沒有太明顯的刺激線 今天現在仍然跌超過3% 好了 除了港交所的投資價值 我們要再討論之外 還有一些地產股 昨天我們看到雖然是榨戶 但是會否真的有機會 接下來有增加土地供應這個機會 不過他知道土地供應是給公屋的 是啊 實質上 不是說完全利好這個辦法 我想兩個消息 如果你說看回本來大家 是期待我特首出來會見大家的話 可能這一個就是其中一個消息 利好一些本地地產股 因為大家會想著 氣氛可能會再舒緩一點 對於商場的生意會有些幫助 樓價也不會跌太多 當然這個是一個比較長遠一點 也未必是一定的必然關係 但是昨天主要就是你看到 某大政黨都有報章刊登 就是說支持強制回收一些農地 一些限制的空地 大家會想 你回收 那些地有用 有用 價值就會上升 那些地產股的價值就會提現 大家會想這件事情 但這件事 其實又跟港交所的事件 其實都某個程度上有點複雜 是 因為你強制回收 究竟你強制回收 是現在一些地產商 它已經擁有的地 它放在那裏 想著去發展 還是你強制回收 不是香港上市公司這些 是強制回收一些棕地 或者限制了的一些農地 而政府拿回了 而變相那些地 如果你說發展一些農地 現在本地地產商 叫做有的農地 又可以盤活回價值是怎樣的呢 所以這件事其實是複雜的 你未知道現在是和發展商有關 還是和發展商旁邊那些有關 而令到對於農地的政策有改變 現在香港地產股 有的農地價值又會提升呢 那你其實又分開兩樣東西 所以你說今天呢 消息你說炒錯也好 或者我們沒有進一步消息也好 股價就真的回回下來 不過回回下來的幅度不算很多 如果你說這一圈本地地產股 我們看兩樣東西 長遠的價值 以及現在消息回報的話 我覺得仍然是買入一些機會來的 所以長遠來說 可能價值會浮現回 但是短線呢 我想就避多一點 或者現在不要買著 就是他們旗下有比較多的商場 都受到令售市場的影響 對啦 這個就必然受影響了 還有你有機會 那個價值在接下來 當再聽回 譬如說一些銷售數字 最新情況 譬如說近一點的 可能10月黃金周 黃金周旅客 我相信按年的跌幅應該都挺多的了 這樣東西都不需要大家擔心 因為發生機會非常之高 到時候對於收租股也好 旗下有商場的一些本地地產發展商也好 一定是個股價都會有回途 那一下呢 跌的未必只是10月的 你看到年尾都是這樣的 就是氣氛可能會維持 起碼多三四個月 那些我覺得就先避一點 如果你說 有兩轉買的 現在可以買 現在 其實這隻都是我自己 會覺得現價都可以買的股份 就是行機 之前我自己看了 35元左右的位置上車 但如果你說上到這些位置 而事實上 就是行機去多一些因素 就是 其實中期業績看到他們一些農地 開始跟政府換地 換地其實就是活化 他們做得最快 他們的價值一定會提現 也不理會政府 是不是真的強制收回農地 所以他們的價值上 會比較 升值能力高一些 而另外就是 商場旗下會比較少收入 你變相就在受住零售市 影響的情況 那些消息就不算太大 所以如果你說買的話 行機這些可以首選 然後你看到 接下來零售數據開始出 是差了 到時才再考慮其他本地地產股 好 希望地產股真的已經找到個底 因為接下來還有些資金的因素 就是今個星期 今晚歐洲央行又會異息 下星期又輪到美國方面異息 有可能 不知食口上面 會否都幫到地產股 不過香港也減息空格比較小 好 我們除了說地產股是焦點之外 我們有位朋友問到兩隻藍籌股 一隻是2318 一隻是700 這兩隻其實今天都要跟市 就是要回一些 看看 平保OK 不用跌 都還好些 是 這隻可不可以入 它是想入未買的 想入未買 我覺得市場短期有機會見一見高位 27300 A股其實都可以 我覺得平保這些位置是買得貴了 有沒有機會會調整一點呢 我仍然會覺得它有機會落到90元邊 甚至乎以下 因為這一轉市場氣氛會是好 我想好到起碼十一國慶 和中美貿易代表團見面 那段時間都應該不會太差 所以這段時間你說太便宜 就未必會有可能 如果你說短炒的話 直播率是否很多呢 除非你說90元 你駁回到97元附近 即你駁回7元 我覺得才是90元的位置買 如果你說現在 內地其實剛剛有些保險公司 公佈在8月份的保費收入 保費收入的情況就是中規中矩 你見到今天整體來說 內險股反應就不太大 但是大家會在9月底下計算一下 究竟現在第三季 因為9月完畢就是第三季 你十月便會公佈第三季 第三季業績 第三季業績是否有機會好呢 可能大家會想一想這個情況 但我覺得如果好的話 就要看哪些在投資收益 或者是保費收入 整體盈利會比較平穩 平穩一點就應該是借平保 還有一些憧憬可能借2628 即2628我自己都很少會推介 但我覺得中期業績 就是計算平保之後做得較好一點的話 如果當它回落去 如果我們駁短炒的話 可能借中銀壽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中銀壽有機會落到19元邊 我覺得你在下一季補20元的裂口 又或者是試21元 起碼有2元賺 即幅度會比較多 直播率會高一點 直播率會高一點 至少短炒直播率會高一點 但平保當然質素會最好 如果買的話90元也可以 不過就不建議這季買了 可能是等到10月打後 市況開始有機會調整 才再考慮在甚麼位置上車 好的 那700的一半點 終於他的大股東 將他旗下的網上的資產打包上市 荷蘭已經掛牌了 對騰訊似乎 暫時其中一個比較小型 有關於股權上的不明朗因素 是否已經消除了呢 其實今早見到他高位去過350元的樓上 就上回50天線的樓上 那會不會是一個利好的訊號 可以繼續試上次高位375元樓上呢 其實走勢是沒有很多的 上回250天線樓上 不過我們都要看之前都上過了 即6月的時候7月的時候都上過了 但之後還是跌下去 所以就未必可以當作一個指標 不過呢 在這一段 終於大股東打包上市了 那麼這個消息 暫時來說 都一定是完全反映到股價身上 那一段落 是的 那一段落先 但也要留意一下 就是上了市的股東 那個公司 那間公司會不會另外再減遲呢 又是另一件事 你不知道的嘛 不過現在短線的機會 我覺得未必太大 所以就算你不是有這些消息去發酵 但我覺得對於股價來說 應該現在會慢慢看回基本面 外圍的方望股做得相當不錯 很好看 是的 你看到阿里巴巴那些 其實你比較股價 其實人家阿里巴巴上去百余那些位置 有些中概股 甚至乎突破那些位置 如果你只是計算股價走勢方面 就是有些落後 但股值當然不會落後 陳俊 如果你說現在你有貨 我覺得這些位置可以博一博 就是未來還有半個月至一個月 氣氛是否真的可以去到375元 就是博去橫區間頂 如果你說有貨那些位置 我覺得到時就應該減遲了 如果你說沒有貨 現在這些位置 你都覺得你博那20元是覺得值的話 其實350元都可以 因為它上個星期 它跟港股差不多 不過它的走勢更加像樣 就是打了5天的橫區間 這個密集區 其實對於短期的走勢 是頗利好的 就是你有機會再向上向上走 就是情況有少少像之前 它都一浪一浪地上去 所以這一轉會不會爬下爬下 又會去到375元呢 有這個機會 好明白 騰訊希望可以再修復更多的塞地 便會利好恒指的發展 另外昨天iPhone終於出了一些新機 想看看你的意見 可以嗎 這一轉有沒有吸引到你的青睞 我沒有用iPhone 是的 你不是粉 我轉了本來由粉 變成Android 當然是手機的特別功能 因為我自己簡單來說 我喜歡有一支筆 我這個是三叔 三叔有支筆 我平時做事會比較方便 是呀 那時候全iPhone會有筆 是嗎 有傳過 可以用Apple Pen 今次好像聽不到 但iPad就有 iPad有 我自己有iPad 都是用筆 是用筆 年紀比 不是 我們方便 例如我們看一些通告 可以劃低 可以劃低一些東西 我又不喜歡編出來大小 是的 所以某個程度上 又可以儲存 又方便自己做事 那就是 所以就吸引不了你了 所以2018也吸引不了你了 是嗎 2018未吸引到我住 為什麼要說我住呢 因為消息都出來了 因為明天才開始訂貨 今次我想iPhone的賣點 基本上你所有規格的東西 大家都覺得差不多了 即是三個鏡頭 四個鏡頭同報 是 預算了 是的 但未預算一件事就是減價 是的 iPhone 11是便宜了 我覺得非常克制 甚至乎可以說是減價 減價 因為如果你用以往的 因為iPhone 11 即是相對於iPhone X的XR 是的 即是要低檔一點 它是便宜了 如果你說照計便宜了 量會不會增加 如果你的量增加 可能對於瑞星的幫助 可能會增加 或者對於富士康 他做什麼 他做的量而已 你一步增加多一點的 就是不會增加 包括大行 或者最強的iPhone分析員 都這樣說 他猜出貨量會跌 但如果你說 不是的 原來他們猜錯了 原來價格便宜 真的量會增加一些 可能對於整個板塊 又下一輪炒了 即是猜到他們的落差出現 所以你看到瑞星都類似是這樣的 明明消息都出來了 為什麼走勢仍然在橫行 在等什麼呢 應該在等明天的訂貨情況 暫時看 沒有人說幾點按住要訂貨 香港這邊也沒有這個情況 但如果你說到美國開售時段 反應真的好 經濟不好 可能便宜的那些 又可以一點 那價格會否在瑞星之後再反應呢 反而我覺得現在已經在後面那一串 反應好的 股價升不太多 短期博 博到250天線都未定 49元都未定 好 我們就看反應才算 講開這些科技相關股份 這位朋友問到992 他已經買了 想問在什麼價位沽好 他就5.4買的 其實都是現價到 那他的價格又沒有怎樣移動 聯想 聯想我想在現在這一段 受著關稅影響 可能會有些擔心 大家會擔心 譬如說 你美國廠房那些 可不可以回美國供應呢 究竟關稅影響會有多大 因為現在是全部零件基本上都有關稅 就像我節目所說 你暫緩那些 其實暫緩那些 譬如中國暫緩那些 其實都是一些農產品相關 你又沒有說電子那些 那些東西是暫緩的 所以對於聯想 其實是應該仍然有些壓力 所以這一段 就未必可以期望太多 又或者是價格怎樣可以走多些 就是昨天市場在訊息 就是美國和中國 今次的貿易見面 初商見面 是不是有協議出現 之前完全沒有想過 又或者會不會 在接下來幾個星期 會不會越來越多一些放緩的 或者暫緩的關稅 或者是取消 如果有的話 我覺得對這個股價才有幫助 我就覺得機會不太多 因為你見面之前 你略為放緩 以及今次牽涉到金額也很少 所以就不是真正大和解 所以反而如果股價 有機會讓你走轉短波幅 大約上去 上面的支持線綠色線 250邊線附近 5.7左右 亦都是之前去一個密集的阻力 就是之前這一轉和這一轉 密集區都大約在現在 大約5.7多的位置 那些位置應該先走了 除非你說真的有消息 就說方緩 對聯想影響都會變小了 那一刻 可能它才會回到6.5 之前的高位 所以暫時來說 就短炒算了 5.7作為目標價先走了 KK 我要提醒一下 我們下面還有90多條問題 還未答問題 哦 很多問題 快 我們要簡短一點才能招待更多朋友的問題 好 我們跟著有位朋友問到兩隻內房股 兩隻不如簡單說一下 旭輝884 他就問現在買旭輝好些 還是時代中國好些 他都知道時代中國有個分賊的旗下物管股 所以前天就急升過來 不過似乎有些小打匯圓形 昨天跌回頭 今天升了1%的樓上 兩隻現在買的話 應該選哪一隻呢 兩隻現在買當然選一隻短期有因素 當然選一隻時代中國 是 如果你說基本面 時代中國就沒有一隻 但是如果你說現在炒過短期氣氛的話 雖然未必一定 他分拆了 就是股價一定是升 你都要看看他分拆之後 大家預計他的銷量又是怎樣 重回基本步 如果你只是股價去計 你12元這一吋 他都未說升太多的話 反而就應該拼他 我覺得就拼一拼 會不會短期見到12元 有12元的就是時代中國 拼他分拆 因為那個波幅夠 你上去13個多 甚至乎50天線樓上少少 250天線樓上少少 14元附近 你都起碼有2元 所以就應該短期炒一隻時代中國 但是如果你說長線的 或者是我們看好玉輝 玉輝的情況就很多 尤其是中期業績之後 銷程都仍然維持一個挺高的增長 我覺得如果你說我長線的話 就看看玉輝有沒有機會 落到4個1、2的位置 有些位置我覺得是划算的 所以看短炒你見到12元 就買時代中國 如果你說我長線少少的 或者兩隻都可以買的 你4元左右 就動輝長線的增長機會 應該挺大 明白兩隻都解釋得很清楚 另外日清 日清繼續都是比較強勢 這位朋友他就在5.4和6.2已經進入了 哇你賺很多 恭喜你 想問他的長線前景是怎樣 可不可以繼續拿下去呢 值得的 雖然中期業績我覺得不是一般 老實說 因為我覺得他的收入應該增長更多 不過你會見到他在方便面那方面 那個業務 你會見到他的市場佔有率都真的增加了 所以未去到我期望 而現在他佔的百分比都仍然是低的 再加上去年他應該說是和蔬菜汁 就是他買了蔬菜汁在內地的批發業務之後 那個都會是應該有一個動力是來增加 中期業績未見到的 但我覺得今年全年或者下半年 應該都還有一些增長勢頭 所以前景樂觀之下我建議你繼續持續 除非又再落過去6.3 即是說50天線這個上升軌的底 真是穿了可能技術走勢才會轉差 但現在我覺得機會就不算太多 不如繼續持續 這個上升軌的形態應該未變 應該都還可以摸更加高些的位置 明白 繼續持續持續 另外這位朋友問到66號 他說降級後的66號 我估計他可能和標譜 上個星期降降香港的評級 都合理的可能擔心港鐵的情況 因為港鐵也是一個香港很大的企業 是的 那會不會對66號有比較明顯的影響呢 其實因為他降級的時候都說了 他和香港政府關係最密切 因為是大股東 當然是密切 那你一定是一起降級的 降級對於他的股價影響 我想都不是很大 因為現在都是一個很高的投資級別 只不過前面就可能是負面 那你看回香港的情況 香港評級他都會評級 但是評級都會下調 但是評級下調 我想最影響他 如果說評級這方面 最影響他就是他們的發債 那個息率的情況 因為港鐵 如果你作為一間這麼大的資本物集公司 每次去買車廂也好 你做一些工程也好 牽涉金額大 那如果你那個成本 真的因為下調風險評級而增加的話 那這個會對於他的融資成本 在接下來的壓力 但是現在就沒有什麼融資的壓力在 因為他在接下來 真的要發債去用新債去掩蓋債 都還有很長的時間 所以這個因素就不是影響著港鐵 另一個因素可能真的會影響港鐵 就是不時被破壞 究竟港鐵在接下來 即被破壞可能的錢是有限的 但是會怎樣影響他們的營運呢 其實每天港鐵的收入 只是車帳收入都幾多 你一兩天可能不太覺得 一個月都未必太覺得 可能一個月是某些時間 但如果你長遠是這樣的話 某一個收入是出現了一些變化 可能它的價錢會再回落 現在就沒有反映這個因素 如果你說純粹看價值 45元或者是你再去之前 再便宜一點的位置 40元我覺得那個價值一定是划算的 因為你用長線去看 不過如果你說現在是否應該跌定了 就應該未是 所以你有機會短炒的話 你可能在250天線 44元、43元的位置可以上車 但就不是說一定是年內 或者是明年的底位 暫時來說應該比較難估計 是的 港鐵我都非常擔心 它那些官司或者工程的情況 不知道未來什麼時候 真的有新的鐵路可以投入服務 另外還有Fiona問到這些ETF 她問到一個比較技術上的問題 就問2828恆生中國ETF 以及82828恆生中國企業有什麼分別 這是我認識的 這是人民幣計價 是嗎? 是的 其實是同一個部分 是同一個部分 不過是人民幣計價 如果你說人民幣剛剛這陣子 就反彈了一點 沒有那麼弱 沒有那麼弱 但你說是否有機會 或是貪心點賺買人民幣價呢 我覺得比較簡單 你看看借200、200就算了 如果你說買的話 因為起碼A股好 你看到我們這邊國企指數都做得好 它比恆子好 因為如果你說現在 去將一些股份去分類 有香港相關的恆生指數 是差一點 因為你有些香港事件放進去 但是國企指數 你看著內地的經濟 前景雖然有挑戰 但起碼A股做得好一點 就是我們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角 經濟刺激措施有降準 那你就直接反映了在200、200的身上 所以免除一些匯隊的風險 人民幣計價這件事 我覺得比較簡單一點 你看看一隻200、200就算了 不過我覺得不是現價 如果你說有機會 這一轉你下起碼2、3元先 105元 剛剛這個禮拜 上個禮拜的環區 就是這個禮拜的話 那你直播率會高一點 你起碼上面也有5元甚至10元 那你先等一等 現在追的東西覺得短期貴了少少 未必有太多位置 另外這177 看看這陣子走進了一個短線的下降 嘩!今天升了2% 起碼定得住 市升的時候 這陣子跟市場相反 市升的時候會這樣跌 炒回落後的東西 即是360那些 今天市場跌了 它又升上來了 難道短線的調整已經完成了? 是的,可以這樣估 當然它的價格仍然是貴的 你下降後 也不是基本因素的變化 只不過市場會多些選擇 因為風險未立一上升 大家願意買一些 可能質地沒有那麼好的股份 買些什麼呢? 就是煤炭股、水泥股 之後你會擔心的 之前熱炒的那些全部都會的 剛才我們說食品股那些都會的 體育用品股都有部分會回的 所以藥股上個星期就開始回落 你見到暫時來說是不能下降 是否代表那麼快揣定呢? 還未知是 因為有時候它落到20天線 也要看看10天線如何拉下來 可能10天線一拉到20天 又落到10元邊大位 我覺得會是這樣 但如果以半天去計 或者昨天去見一見低位 就好像20天線有些支持 可能會買貴一些 20天線就是現價這些位置 但如果讓我選擇的話 我仍然是想10.5至10元 因為這一轉 上個星期 尤其是星期五和今個星期一 你見到它都是陰燭的兩天 兩次陰燭 其實對於短期的技術走勢會有些影響 如果你說市場仍然是好的 即是炒它的資金會少了 那又未能這麼快可以上去 11.8樓上的位置 所以我等了寧願 駁一駁去10元至10.5元 我直駁了 下次上回12元至少賺2元 現在這一秒等 大家可以再下跌一點 是的 我們已經53分了 我們快問1573 很多人都想知道 哇!今次跌了幾成 很大波動 它連續旁升兩三天 今早其實都是高開的 但是去到多少錢呢 今早高位4.9元 是啊 從高位計算是一半 那你要想一下它為什麼會跌下來 真的很離譜 是啊 股份波動是非常大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買了股份 很多人問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人買 很多人問 是的 它又沒有說 如果你說純粹是看金鑽的波動性 你說在十大的上升和下跌的幅度 你會常常見到它的走勢都是叫做差的 但是如果你說純粹是短線博炒的話 我覺得就難數了 因為你這個呢 就要去掃非 究竟現在你的大股東 叫做沽了那個三成的貨 那麼去了哪裡 而另外呢 配偶沽 而另外呢 究竟沽空機構所說的話 是不是現在已經完全不在股價上反映了呢 所以我覺得這一轉呢 反彈 尤其是它之前是四毫多 今天反彈到過去四個九 四毫多到四個九 是啊 你看到這麼闊 很厲害 如果是大戶或者沽空機構去做動作呢 可能今天早上呢 做的機會應該挺大的 就是短炒那一層呢 可能已經短炒了 我就覺得呢 如果你說還有機會 今天你試回高些位置 或者現在都還賺的話呢 就反而是賺了前線 因為呢 我覺得那個成交 如果你說 以回到剛剛今天呢 就是用 很多時候我看短炒都是 看回譬如30天線 15天線這些位置 長一點的15天線呢 你看到它是低位 確實是有一些支持的 過去那大半個小時 但是呢 反彈完上去呢 你看到它都是 要再試低位 我猜的呢 就再繼續試低位機會大了 反而如果你說你沒有貨呢 就不行了 當然不行了 因為這一轉應該就賺了完 如果你說你有貨的話 就看著2.7 就是2.7 就是如果你用15分鐘圖去計 20平均線呢 就應該會有一個多大阻力 我不覺得它上得回去那些位置 就是2.7樓上 有錢就應該先賺了 而另外呢 就是要留意一下 昨天的低位 就是剛才見過的低位 就是剛剛那15分鐘 見過的低位呢 1.45 我覺得呢 試回到2元邊樓下呢 機會會大 一穿2元呢 如果你說買了也好 或者是賺錢也好 到時就剪了 就是指賺啊 指洩啊 都是那些位置做 如果2元一跌穿呢 短期走勢呢 應該都會向著一個嶺 甚至乎原地踏步 去到1元樓下的機會可能會大一點 哇 這些股票真的很恐怖 而且是入了港股通 這麼波動都有 今早上高位4.9 現在腰斬也不止了 2.23 至於港股方面 現在仍然跌過百點 表現差的籃手繼續是港交所 表現好的籃手 又是創科 現在升超過3% 謝謝KK 我們現在已經OT了 不過沒有錢補 我們繼續明天的中日財經連線見 拜拜 好